2016年8月,美团脸评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大数据里的小龙虾经济学写是,小龙虾市场从2015年起获得爆发式增长,市场规模现已超过1000亿元,占整个餐饮业2.8%,行业公司的数量达1.8万加,截至到2018年,小龙虾市场突破2400亿。 随着近几年的小龙虾在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,也催生出巨大商机的出现,小龙虾行业从事人群已经到达500万以上,并且一直在高速的增长,对于小龙虾的行业前景从各种数据我们不难看出,前景巨大,产能一直跟不上,消费需求旺盛,是值得未来5年投资的一个好的投资行业。 但同样也就是这个行业里,市民吃不起的呼声中,餐馆老板却表示自己也没挣到钱,过去的5年,小龙虾的价格总体上高了近一倍,同时餐饮界的人工,水电成本已有所增加,所以端到餐桌上的小龙虾的价格也难免上涨。 有着影响龙虾生意的餐饮店老板说,洗南很多龙虾店定价已处于高位,目前是想涨价却不敢涨,更有甚者,光清洗小龙虾一个月就要上万的开支,而整个小龙虾戳出睡到餐桌之间的死亡率很高。 死亡率在5%以内是不能提意见的,你必须容忍。 高温时的损耗率可以轻易超过,10%利润就没了,而这仅仅是从养殖到月书在的餐厅的损耗。 根据王庭的说法,100斤小龙虾放在餐馆冷藏室里,每天也会死十几二十斤。 今年上海的小龙虾搭配电关了,60%,现在去大众点评搜索。 上海还在卖小龙虾的餐厅仅剩750家。 如排除非搭配电,数量会更少。 在四川开又是几家远锁店,的霸王虾老板袁耶说,五年来第一次感觉到再忘记被成本压得要撑不下去,从自建物流、供应链的大手笔投入,加之向来是小龙虾行业的痛点季节性。 小龙虾的成本随之谁涨船高,没指小龙虾的价格无12元不等。 但这依然离小龙虾的创业者,们面临严峻的盈利问题。 在大规模的烧钱和跑买圈地后,真正实现盈利的并不多,一大侠来了魏力,目前精华每一单都是盈利。 在创业两年中因此建物流和系统建设花费大量成本,至今总体仍为盈利,还有不少创业者,在拿到融资运营一段时间后,因食材、物流等成本要求过高,最终将线上线下业务全部停止。 转向弊端供应链的创业者比比皆是,然而,却屡次有媒体爆出小龙虾行业是暴力,利润达到80%,更有甚者说达到300%,远超房地产。 那我们来算一下,假设一间小龙虾从养殖生产商收市30块钱,经过物流、加工、配送等一系列的环节,都需要成本,最终利润能达到30%就不错了。 那么为什么没有一家小龙虾企业可以走出来呢? 这其中也有不少问题,需要解决的问题,季节性十分严重。 但是需求缺口太大,8到9月份天气依然炎热,大家对小龙虾的需求依然旺盛,此时的价格确实很高。 不少餐馆也拿不到货源,导致小龙虾上餐座的几率大大降低,价格一路上涨,消费者有消费的强烈欲望。 但是价格啊,是个大问题,确实很贵,市场极其不稳定,货源与规格不同明显。 周一到周四价格偏低,周五周六周日价格涨幅,会超过10%,行业的透明度不够高,缺少文化氛围,需要开展这样的文化宣传。 小龙虾的美味人人知道,但是美食的文化却是闭塞,甚至很多人到现在还在误解小龙虾。 小龙虾关键朝南并不是一个无间的难题,无论是推广冰鲜虾,培养消费习惯,还是调整经营思路,改变菜品结构。 参业企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,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生活,一些企业和品牌已经开始探索小龙虾破冰的新方式,即带市场和顾客去检验,这是对小龙虾这个品类的热爱与负责。 相信每个餐饮员的努力都会被顾客看到,促使小龙虾品类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